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八号下午也PO文 说还没有敲定演出情况之下 时间无法配合 主办急着公告 好几个乐团在脸书上抗议 而主办单位策展人 也就是苏打率的阿福 今年一月十号进入市府 拜会韩国瑜 我应该来高层发展有关吧 阿福当时就被媒体捕捉到 和韩国瑜见面 现在承办高雄市公共局的活动 引出真意之后 PO出了声明 在政治角力的过程中 把活动污名化 为请假的市长吹票之后 一切都变了样 表演团体开始收到 许多网路留言的攻击 考虑不参加演出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也替他报屈 比比十月二十七号 和十月二十八号 两天的演出名单 本来洋洋洒洒洒的艺人和乐团 才隔了一天 陆陆续续 就有五个乐团抗议后消失 对表演者来说 现在一扯到高雄 因为担心帮韩国瑜另类助选 反感的情绪 让表演之外 还不得不想想政治效应 在那些文秋山 何振峰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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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